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錢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 這顆Jun條起源 我們上一次爬上來的美景 實在是不是太讚了 超高耶跳起來 這草好軟Q喔 還要再一段滑鎖才能夠 到最下面 這巴黎克也太強了吧 他的手是貼他的嗎 居然沒有被燒掉 人家都是用東西勾 像蘿拉用他那個 那叫什麼啊 就是他用來爬冰山的那個工具 然後德雷克是用槍 就你用手 堅固的手 帥馬龍周 感覺看影子還滿帥的 比本體更吸引人 比本體更吸引人 衝啊衝啊 跳下來了 這裡是... 什麼羊巢穴 這個字怎麼念啊 這裡好像是那個... 小時候... 跟兒子... 不是小時候 一年前跟兒子一起來 最後遊玩那個地點 最後一天的回憶 他好像要找最大隻的是吧 來看一下 我查了 我查了... 才知道這個 這個是念圓 圓羊 然後查的時候我也順便看到一些有趣的事 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圓羊他的分類是在 動物界 極鎖動物門 哺乳缸 藕題目 到這邊都沒什麼 接下來的科大家知道是什麼科嗎 答案是牛科 所有的羊 都是在牛科底下的 羊雅科 或許讀相關科系的人都知道了 但是... 我真的是沒有聽過這件事情 原來所有的羊都在牛底下 跟牛是很接近的 動物 最後圓羊是山羊屬的 總共有七種 野山羊 高加索圓羊 東高加索圓羊 年轎山羊 西敏圓羊 圓羊 跟西班牙圓羊 然後現在住在非洲的有野山羊 跟西敏圓羊兩種 這兩種我覺得長得還蠻像的 山羊是異尾 西敏圓羊是平尾 兩個都受到絕種的威脅 其中西敏圓羊只住在伊索比亞 它是... 是他們國家足球隊的象徵 然後... 真正的圓羊 現在住在歐洲的阿爾卑斯山上 沒有面臨這種過著愉快的生活 獵狗巢穴 獵狗巢穴 我們要變動物星球頻道了是不是 呵呵呵 好啦沒有那麼...沒有那麼的... 專業 我們在起源裡看到這個獵狗外觀看起來應該是... 斑點獵狗 這傢伙上一集搖縮兩次 還害我很狼狽的到處跑 實在是很兇啊 雖然他們個體能力都不差 但一般都會是群聚捕食 維持一定的速度 追著獵物跑 跟牠比體力 直到獵物倒下 可以追上五公里遠 難怪我怎麼跑 牠就怎麼追 欸 抓到後所有的獵狗都會拚的狂吃 然後牠們不打加強食 是用吃的快慢來競爭食物 就所謂吃太慢就沒啦 那種校外教學的用餐模式 大家強食很恐怖的 看一下這個營地 給神韻者梅杜納姆 我流浪者瑟瑟夢念 將化身你的眼睛 我祈禱你日夜都健康 而我也將永遠屈服於你 我仍在窥探中 我希望那個未向你致敬 就逃離希瓦爾諾夫現身 後被抓到 我祈求你派獵人來解決我營地附近的野獸 牠們非常麻煩 我每天都祈禱真正的神韻者 會在我們偉大的希望 帶來豐收與喜悅 願阿謀與我們同行 牠現在四周都是獵狗 阿牠自己的營地空無一人 是已經被吃掉了嗎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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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逃逃 不要跟牠打 我們用弓箭對付牠就好 好 再來宿舍唷 練偶的喜好 牠們喜歡吃 腳馬跟斑馬這種有提類的 也會吃魚 烏龜 犀牛 河馬 大象 催生甲 蟒蛇 狐狼 家畜和人類 對 就吃一堆 牠們裝備有1300磅咬合力 陸地肉食捕動物裡面最強的下餓 新疆跟過期的腐肉 牠們都沒差 通通下肉 一次可以吃14.5公斤 相當於自己體重的三分之一 如果我吃三分之一的話要吃 不對 差一點把體重縮出去了 看獵狗這麼強 就不怪巴也可打不贏了啦 不過我們還沒有說說牠的分類 前面的羊是牛 現在的狗是貓 獵狗在分類上屬於貓型雅木 特徵比較像貓而不是狗 不過牠們是自己的顆 沒有像牛羊那麼近 行為則比較像狗 國家地理頻道曾經介紹過 斑點獵狗的妹子是非常強大的 哎呀 八等 比較高一等 你應該是妹子吧 斑點獵狗的妹子非常強大 首領是妹子 帶頭打獵的是妹子 體型比男的大 比男的重 陰地很長長得像陰莖 陰道口在牠的頂端 男的獵狗沒有機會硬上 所以交配時要先表現沉浮 如果沒有被趕走才能夠靠過去 求愛可以長達一年才成功 做完就要馬上落跑 因為這樣的形狀 所以生育很困難 有不少媽媽的獵狗一生小孩 就死了 死 沒有死的話 牠那個傷口也要花好久才能夠好 同性別的獵狗在出生的時候就會打架 然後甚至把對方打死來獲得更多的食物 獵狗奶高蛋白高脂肪 餵一次可以撐一個星期 十二到十六個月斷奶 男生兩歲的時候會離群獨立 女生則會留在原本的群體裡面 另外獵狗有很多種叫聲 攻擊前會高呼 上一集的喜瓦最高處被咬的時候 他們的確都是先喊了才衝過來了 戰態日幣啊 大家可以回去聽聽看 咦 老鷹可以 老鷹可以這樣翻轉欸 之前聽人家說 說老鷹可以這樣翻 很有趣喔 好 只要把那個蘑菇頭這樣轉圈圈 就會有了 我們標記一下這個珊瑚營地 回到市區 總算不用在動物星球頻道了 喔 手裡 這裡是 寶箱 那麽遠也有一個 這裡雖然是近區但好像沒有這麽的近欸 不太像軍營 有點像莊園 四周還有這些小麥田 這應該是小麥吧 不知道欸 不知道欸 之後有機會再介紹 先打 重型類器 品質 十九 七等了 覺得重型武器 實在是有點慢 對付獵狗的時候 之前拿刀我還可以打贏他們 不是嗎 在水老鼠那時候 好 好 好 順便手挖手挖 看他會等一下走別的地方我再出去 好 機會來了 掰掰 這裡有弓箭台 正好可以給我射殺人 蛤 結果什麼都射不到 喔唷 反饋中 有人上來了 好機會 不要看到我 對面台子上 還有一個 對面台子上 這應該還用近戰 他有感受到我跳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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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簡單 這邊也有箭架 其實箭矢可以回收之後 就沒有這麼缺啊 只要到死掉的人那邊就可以撿回來了 這兩個我覺得 這兩個我覺得 靠近一點打 我先把王解決掉好了 下去 要怎麼下梯子啊 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每次玩到尖閣好久 按鍵都會忘記 小心小心小心 你在幹嘛 好像在看什麼書吧 對巡邏隊的命令 我可能是做了白日夢 但是我在我們營地北方的 阿瑪奈伊山丘山頂 看到奇怪的黑影 由於我們被古墓環繞 所以就讓我背後直冒冷汗 我不敢爬上山丘去確認 那是人還是有卡造成的神聖神物 或是最高到的情況 是惡魔的靈魂 我營地都沒有任何人敢去查探 即使我們威脅他 說一周都不准喝酒 他們就說一個月都不喝也可以 勇敢的巡邏士兵 我命令你們犧牲你的靈魂 並幫我取得需要的資訊 願安萌與你同行 奇歐普斯 自己不敢去就叫屬下去 齁 王 解決掉了 就剩下搜寶 雙劍 八等 我還不能用欸 哇他們在練功 我這樣射殺應該會被騎吧 我也沒辦法他們四個站在一起 能殺幾個算幾個 剩兩個了 撤撤撤撤撤 不行他們看到我 兩個人我就不相信打不贏 賽路 打滿 啊被破盾 我打回去 哇 很難得用的成功 重型武器的 這應該類似以前的防禦反擊吧 他變成一個鍵啊 就是按一下 又剛好按到他那個點 就會自動打回去 最後來說一下剛剛文章中的卡 卡一直都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 他的意思可能經過千年慢慢改變 也可能根據社群不一樣 一般來說 卡被當成是靈魂生命的力量的 但沒有一個西方概念明確跟卡吻合的 通常關係到生與死 跟法老與皇室民有密切聯繫 十八王朝的圖書中 卡代表出身 通常被描述為雙胞胎 不用吃東西 而是靠精神供養存活 到新王朝 卡不止在人類身上有 還出現了很多種類 施肥的卡 食物的卡 貴族的卡 幫助人的卡 可以拿到更多卡的卡 健康的卡 火花的卡 勝利的卡 強重的卡 太陽從斯德世界升起的卡 光芒重現的卡 強而有力的卡 作戰部隊的卡 感覺只要像是無法理解的東西 背後有神秘力量操控 就會被說有卡 來解釋在人類 這卡還真是萬用啊 我們這集就到這邊 喜歡的話可以幫忙在影片下方按讚 分享留言 訂閱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就比較不會錯過新的影片跟直播喔 還有FB的粉絲團跟LINE的官方帳號也可以追蹤 那這集就這樣 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